美国经济好不容易才从新冠疫情的阴霾当中走出来 现在却遇到的通货膨胀高烧补退 俄乌战争以及中国局部封锁又导致供应链中断 让美国人民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 为了应对美国40年来最高的通膨率 美联储在上个星期三宣布一次性加息75个基点 试图要为高速飙升的通膨踩刹车 然而这却对引发了人们对经济收缩的担忧了 美国新闻网Jan Ashes分析指出 美国通膨率来到8.6%创下40年新高 严重顿挫了美国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 同时也给这届民主党政府的政治前景蒙上了阴影 而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就指出 44%的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明年会出现衰退 针对这些论调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却是不以为然 耶伦昨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访问时坦言 美国现在的通膨率高得让人难以接受 但他不认为消费者的支出减少会导致经济衰退 而且现在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是战后以来最强劲的一次 预测未来几个月通膨的速度将会有所放缓 不过为了缓和还在一直飙涨的通膨 耶伦提到 前总统特朗普时代沿用至今 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政策已经是毫无战略意义 反而提高了消费者的成本 因此拜登政府目前正在重新检视 同时考虑要移除部分对中国的关税 以作为缓解美国高通膨的手段 全球通膨率飙涨 美国财长耶伦也直言 美国的通膨率现在是高得吓人 当务之急是要把通膨降下来 除了美国 英国的物价高涨情况也相当严重 迟迟降不下来的通膨 引爆数千英国人民愤怒的情绪 纷纷在过去的周末走上街头 参与工会联盟发起的示威 要求政府马上采取措施应对 示威人群经过首相辅实还发出嘘声 表达对首相约翰逊的不满 除了美国 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地区 同样是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自从欧盟在1999年使用欧元作为共同货币以来 欧元区今年5月的通膨刷下了历史新高 达到了8.1% 比4月份的7.4%还要高 欧盟委员会预测 今年和明年的通膨分别是6.1%和2.7% 远高于之前预测的3.5%和1.7% 不只高出三个百分点 还远高于欧盟所设下的2%目标 和欧盟的情况不同 英国的通膨是更加的严重 从3月的7%是直接飙升到了9% 而英国的通膨之所以会那么高 除了因为受到俄乌战争 供应链短缺等外部因素所影响 英国境内的经济过测 今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只有3.7% 是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 这也把原本已经很高的通膨率再往上一推 那眼看英国的通膨可能在今年的秋天 赢到迎接10%的大关 英格兰银行的行长安德·贝利呢 安德鲁·贝利却无奈的表示 由于受到全球的冲击 包括乌克兰战争 还有中国疫情导致 中央银行已经是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阻止英国通膨继续上升的趋势了 中央银行为人家的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